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读啊 他可是受了大罪了 都没有假牙了啊 都是吃饭都费劲了 大概是为了让他做脱胎换骨的改造吧 往往最可怕的差事会落到御峰头上 记得70年冬的一天 御峰突然被看守叫去 过了好久才满身泥屋回到牢房 人疲惫不堪 原来隔壁的隔壁的耗子里 关着个被诬陷入狱的年轻女同志 田淑敏 被诬陷入狱的人非常多非常多啊 田淑敏 他在巨大的压力下精神失常了 日夜叫喊着要吃花生米 有一种隐喊 隐喊啊 这个隐喊花生米就指的枪子 就是说让你吃颗花生米 就是要枪毙你啊 当然他这喊的要花生米应该不是这意思 终于有一天 那凄凉的喊声停止了 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也死了 留下来的是满地的尿 满墙的屎 真是人间地狱啊 御丰就是奉命去清扫这个耗子的 让你把那些屎尿都给打扫干净了 这应该是犯人里边最不招人待见的 然后看守最想欺负的那个人 去干这个活啊 然后到了1971年的春天 我们奉命去14桶提水 这个桶是桶道啊 监狱里边的一栋楼分成很多桶道 每个桶道关押着很多犯人啊 长期不活动 提一桶水相当的吃力 御丰见前面的人 边走边左右摆动 走得快而省力 我也是这样的 就原来我十几岁的时候 十三四十四五 然后我爸让我去滴了两桶水回来 原来我们是好几十户人家 共用一个水龙头 后来我们家自己不是单独有小院吗 后来我们家院里边 在88年89年不超过90年 然后我们家自己院里边也有水龙头了 不用在外边提水了 过去那水桶也得有个三四十厘米吧 至少四五十厘米高 得去提水 为了保持平衡就两个手提两桶铁桶铁的水桶 但是也挺沉的 所以来回晃了 他也学着摆动 反而坏了 他岁数大了 刚一摆动 身子就向前直摔下去 脸朝水泥地倒下了 一桶水洒了一地 其实他这个脸朝水泥地倒下了 不叫倒下了 他这脸应该是被搓了 被搓了 北京有这么一说法叫抢了 就是抢了一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嘴肯泥狗吃屎 他脸应该是被抢了 就是往前冲下去了 被搓了 我在他后边 马上放下水桶去扶他 看守尖叫一声 不要管他 他站不起来 我扶他靠在墙边坐下 发现他的颧骨全清了 都磕清了 他睁大眼睛说 啊啊 怎么了 回到牢房后 他的嘴角还在淌血 不一会儿 颧骨肿起来 由清变紫 大约一个钟头后 他清醒了 方才发生的一切 却不曾记得 真可怜啊 真可怜 好像什么事也未曾发生过 你看这种监狱把人整得都像一个动物了 像一个行尸走肉了 看守又来了 你 方才听到什么声音了 这显然是来调查他摔倒的原因 或许怀疑到与听到什么声音有关系 我猜想 可能是指什么热人的声音 热人 什么叫热人呢 亲的热的 熟人 亲戚朋友啊 哪里想得到 他的丈夫黄苗子 此刻 正关押在我们楼上 底上 就隔着一层水泥的楼板 混凝土的预制板 隔着一层楼 正关押在我们楼上的单人牢房里 单人牢房就是大人物 一天给吃三顿 多人的牢房 一天两顿 他媳妇 这个玉峰同志 不够格 跟他丈夫还得分开 等级制的社会 蹲监狱都能分出三六九等 虽然都是阶级敌人 玉峰回答看守 没听见呀 你看他是云里雾里啊 是吧 云山雾罩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的确 他什么也没听见 他们夫妻近在咫尺 相互却全然不知 我给加一句 近在咫尺 却远隔万里 这叫什么呢 叫咫尺天涯 对吧 玉峰忍受着精神上 肉体上的折磨 却从不流露内心的悲伤 他懂得在那个不同寻常的角落里 只能鼓励难友充满信心 争取活着出去 说到这儿啊 前几天我给大家不读的是那个张伯军 中国头号大右派啊 死不改悔的 至今没有给平反的啊 没有给恢复名誉的 张伯军的女儿张一和的回忆录 但是张一和说 黄苗子还有冯一带 这两个跟他父亲认识的文化人 是出卖他父亲 监视他父亲的两个告密者 所以看看人性的复杂了吗 残酷不残酷 是出卖他父亲的一位